您的爱车已装车,请注意查收哦 哈喽各位车友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我是花花 今天呢是腊月二十 不知道我们的各位车友是不是正在准备回家的各种行李物品呢 那已经在家乡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准备丰盛的年货呢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飞翔房车正在干什么 虽然马上就要接近年关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依然是非常忙碌的状态 有很多车友呢正在等待着房车 然后想通过房车的方式和家人一起团圆 那在这边呢有一台正在做淋雨测试的一款小飞翔 这款小飞翔呢就是明天即将被拖到杭州的一款车型去寻找他的新主人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越来越热衷于房车呢 我想大家都是热爱自由 并且想要一种安全方便又快捷的出行方式 不信您来看看 随着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日益的提高 那车子作为一种最常见的通勤代步工具 基本上走入到了每一个家庭当中 这台房车呢它同样具备了这样通勤代步的功能 因为它是一款基于国六排放 V362福特新全顺中轴中顶的车子 那当然呢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说到的房的部分 那更加来形象来形容的话呢就是家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这一个移动的家就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 我们往后来看一看 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 无论是作为一个企业还是作为个人 比如说企业有公差公办需要出差的时候 作为个人在接近年关的时候 可能离家有一年了 想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看看孩子 那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肯定担心我们的路上的一个出行安全问题 不过说我们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的话呢 我们会担心有大量的人员密集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乘坐这个私家车的话呢 这一路上的吃住行的问题呢 如何去解决呢 可能都会成为我们出行之前的各种疑虑 但是如果拥有一台房车的话呢 我们上面的问题啊 全部都可以由人而解了 那我们今天就从最通俗最接地气的 坐卧车拉撒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款车 我们先来说一下坐哈 这款车呢 它是有四把独立可调节的座椅 可以让我们的整车呢 核载四人 并且我们的主伏架呢 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在二排呢 这个车上配在是两把航空座椅 但因为这款车子的一个宽度比较受限哈 到底这个地方是坐航空座椅好 还是坐汽车独立可调节的座椅呢 就要根据您的实际需求 因为受到宽度影响的话呢 这个航空座椅就坐不了双扶手了 我们解决了这个坐的问题 不管是独立可调节的座椅 还是航空座椅都能保证我们乘坐的舒适性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住的问题 我们再来说一下住的问题 在车身的尾部有一张固定的双人床铺 可以很轻松的睡下两个人 那这一张固定床呢 也是我们这个车上最受欢迎的 使用率最高的一张床 那如果偶尔出行人数比较多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会客厅上方 还有一张一键式升降的懒人床 可以通过电动按钮降下来 变成一张一米二五乘以两米的 沉重达到三百公斤六百斤的双人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车就有了一个四座 加上上面的床四卧的一个布局了 座和卧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吃的问题 吃饭的话呢 我们在这款车内配置了一个 功能强大又齐全的内置厨房 这边可以切菜 这边呢可以用来一个炉具 做饭的柴油炉 那上面的话呢 还有我们放碗块 以及油烟机 甚至还有一个可以进行升降 一层变两层这样的功能 解决我们在房车里面做饭的问题 做好了饭 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吃饭的地方 既然有了房车 肯定不是端一份泡面 随便找到的地方一做就吃掉的 肯定是要我们坐在这里 就可以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会客厅的环境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启动旁边的一个一键式可折叠的电动桌 它就会为我们呈现出来一张可供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吃饭的一张大餐桌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还可以继续变大一点 就是我们想它变大一点的话呢 这样我们把它拓展一下 就可以变成一张长度120公分 宽度53公分的一张大大的桌子了 吃解决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喝的问题 当然了这边有冰箱 我们可以提前储备一些好喝的饮品 那上方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的一个最卫生最健康的来源 就是我们大家配置的一个浸水设备 从这个浸水设备出来的水就通过这边的一个出水口里面就可以接到了 那从这里面接出来的水的话呢 它是一个达到国家瓶装水的一个饮用标准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饮用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吃和喝的问题就又解决了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拉萨问题 虽然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是这人是常情嘛 我们来看一下在卫生间的后面 就有一个固定的这一块空间 最下方呢就是我们可能每天都要用到的马桶 它是一个进口的抽拉马桶 自在18升的黑水箱 洗漱的话呢 上方有一个折叠的洗手盆 当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出来一张非常大的洗手盆 再往上方看呢就是一些储物空间 当然卫生间里面用的时间长了 难免会有异味 没关系啊 上方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那在另外一侧的话呢 除了有毛巾架以外 还有外推窗 也方便我们整个车内的通风换气 一台房车在手 从此出行无忧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专友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